原标题,立即放远 北约威胁俄罗斯会有后果 日前,俄罗斯军方看破大伤乌克兰海军士兵并口压船之一事 进一步激化了俄乌关系,而随着其他国家势力的介入 该事件已升级变为国际事件 美国、法国、荷兰、波兰、瑞典和英国等案例会成员国 26日发表联合声明 各国呼吁俄罗斯立即施放乌克兰船只 并允许他们无阻碍通过克制海峡 同时,欧盟国家也发表类似的联合声明 这起事件自然也少不了对抗俄罗斯的局势组织 北约 北约的一发言威胁俄罗斯会有后果 去俄门11月27日报道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 11月26日表示 乌克兰当天向北约提交了有关围要克制海峡事件的详细信息 俄罗斯明白 其行为会产生后果 斯托尔滕贝格在乌克兰北约大使纪委员会会议后说 乌克兰向北约提供了有关预前所发生事件的详细信息 并请求北约给予军事援助 我们与乌克兰政府保持经常新接触 以向其表达我们的支持 我们昨天所看到的事情很严重 因为使用了武力 这促使该地区局势升级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着 我们呼吁俄罗斯 立即吃饭乌克兰船员和船只 并向乌方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斯托尔滕贝格为直接回答记者 有关北约的是否捏克制海峡局势 而打算采取具体行动 例如是否卫约舰艇可能访问 马里乌波尔的问 其斯托尔滕贝格在列举了北约的此前采取的 包括技术援助和对俄经济制裁在内的支持尼克兰 做事后 表示 我们正密切关注局势 并不断评划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因为俄罗斯必须明白其行动会产生后果 该世界会是否会失控升级爆发俄乌战争吗 是否又会再升级为俄罗斯与卫约大战 我们拭目以待吧 读者们 您怎么看 请在下面评论中留下您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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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